不知从何时开始,娱乐圈开始奉行,以瘦为美,很多女星都变着法减肥,希望能保持纤细的身材,更甚者可以瘦得能看到排骨,但在娱乐圈放眼望去都是A41,排骨胸,只骗人的审美浪潮下,也有一些女明星没有跟风,她们体态风鱼,朱元玉润,看起来比纤细美人更有吸引力。 下面就为大家盘点七位朱元玉润的女明星,第一位,钟丽提,要说性感女神的代表,钟丽提必定是榜上有名的,1993年凭借出众的美貌和性感的身材,钟丽提一举斩获了国际华裔小姐的冠军,成为了万千少男的梦中情人,典型的天使的脸庞,魔鬼的身材,而她曾出演的角色也几乎走的是丰满性感的路线, 如今年过50的钟丽提坚持运动,一直保持着风鱼的身材,更显成熟风月。 第二位,许晴,被称为东方梦露的许晴,这些年她的少女感和曼妙身材一直被大众热议,从身材到神态许晴真的漂亮得过分。 看过电影邪不压正的观众,应该都对影片中性感丰满的许晴有深刻的印象,许晴一出场就把大家的眼球牢牢抓住,贴身旗袍包裹着许晴前凸后翘的身形,再配上那经典的许晴趴,人谁看了不直呼一去绝美。 整个人都透露着成熟的风韵,一颦一笑都更加撩人。 第三位,巩丽,作为地道的东北女性,巩丽的骨架偏大,从出道至今一直都是风鱼的身材,随着年龄的增长,巩丽的身上更加有故事感,风情,韵味也全都散发出来了,传递出了东方女性大气磅礴的美。 她每次出现在红毯总是大气从容,吸引中外媒体的眼球,就算与国外女性合影,也丝毫不落下风,凹凸有致的曲线美得让人一不开视线。 当然,巩丽的魅力不仅仅是拥有这种大气,地美,也得益于她演什么就是什么的演技。 第四位,樱桃,被称为人间水蜜桃的樱桃,她额头饱满,脸型偏远,再配上丰满的身材,时刻散发着独特的女人类。 前段时间,樱桃的一段背影视频冲上热搜,光看视频中美女背影很难让人相信那是41岁的樱桃,不少明星的路人图都是骨瘦如柴的感觉,反倒是像樱桃这样风鱼的身材才会在不经意间惊艳众人。 第五位,柳妍,作为性感女神,柳妍体型风鱼,前凸后翘,身材比例很好,圆润饱满的身材让她充满了性感迷人的味道。 无论是演戏,主持还是出席活动,柳妍的魔鬼身材总能成为全场的焦点,身材上的优势本该为她的演艺事业锦上添花。 但是柳妍却因为身材备受困扰,所以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柳妍一直在突破身上性感的标签。 第六位,张雨琪,张雨琪的长相比较英气,再加上丰满的体型,让她有一种独特的名艳性感总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。 出演的角色大都是美艳性感的,美人鱼中性感霸气的若兰,白鹿园里阿娜多姿的甜小鹅。 而在戏外不管是出席活动还是参加红毯,张雨琪也都毫不掩饰她朱元玉润的火辣身材,高调地展示自己的性感和风情。 第七位,宁静。 年轻时的宁静,大眼睛厚嘴唇,体态风鱼,配上明艳张扬的相貌,可谓是野性十足。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宁静的成名作,影片中的宁静身材丰满,展现出的傲人身材让人血脉喷张,摇拨着影片内外男性的荷尔蒙。 这些年,宁静一直保持着丰满的身材,玲珑有质的身材,轻松降于各种风格的衣服,散发着明艳野性的成熟女人风韵。 以上就是七位朱元玉润的女明星,她们没有A4腰也没有筷子腿,但却体态风鱼,凹凸有质。 可谓是一个比一个有魅力,美没有标准,大家不需要沉溺于白右手的审美,陷入身材焦虑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